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 我们来看这个奇怪的 古怪的这个副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adly adly 你注意到ad 这个d又是爆破音对吧 在爆破音后面出现其他的辅音 要失去爆破 不能动作adly 也不能动作adly 不做动作不行ad 舌尖顶上去 闭一下再发这个ly 在里面 adly adly 好极了 这表示奇怪的或者是古怪的 注意它本身是个副词 那我们当然先看它的形容词形式 形容词形式直接翻译奇怪的 古怪的就好了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咱们记住就好了 ad ad 当然英国人都说od od 美国人都说od 都行 奇怪的 古怪的 比如说 What an odd man he is 这个人真是个怪家伙啊 多么古怪 行为举止说话 跟大家不一样 What an odd man he is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怪人 那下面这个呢 an odd number 这个中学数学老师告诉我们 不能读成奇数 这是奇数 奇数偶数 那个奇数 也是用它 叫13579 我们读一下 an odd number an odd number 我们知道中文中不能读成奇数 是奇数 跟它相关的偶数呢 叫an even number 这是一个偶数 24680 这种叫even number 这是偶数 总之这个od本身可以表示 奇怪的 这么一个形容词 副词形式 再加any就好了 那表示奇怪的呢 搭配特别多 我们先看一些比较简单的 一些替换词汇 都可以表示奇怪的 与众不同的 大家一看觉得很怪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 strange strange unusual unusual 类似 与众不同的 比较奇怪的 大家一看觉得不适应 可以用它 还有一些相关词汇 你比如说 还有一个我们生次表中的一个词 可以同时记住 也可以表示奇怪的 就重点的形容词 peculiar 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在美音中出现字母 而最后要勾舌头 舌尖勾回来 再来一遍 peculiar 好 peculiar 这是奇怪的 它一般来说 我们做定语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就是奇怪的 我们看例子 peculiar smell 空气中有一种怪味 这怎么回事 是不是煤气漏气了 或饭烧糊了 什么怪味呢 可以用它 一股怪味 A most peculiar story 一个特别特别古怪 离奇的这么一个故事 李老师多次讲过 这个most 修士形容词 如果前面没有定过词的 得怎么翻译 反正极其特别特别 就是个特别古怪的 这么一个故事 你看它做定语来用 没有什么特殊要说的 但要注意 peculiar这个词 做表语非常重要 做表语的时候 记住搭配 而且特别记住它的含义 这是考试中 也是常考的 叫be peculiar to 注意后面加件事to 这个时候不能翻译成 对于什么来说很奇怪 应该翻译成 是什么什么 所特有的 所独有的 只有这个地方有 其他地方都没有 是什么什么 所特有的 叫be peculiar to 做定语 做表语 这个含义不一样 搭配决定含义 比方说 pandas are peculiar to China 相信大家会翻译了 叫大熊猫 是中国特有的动物 不能说大熊猫 在中国很特殊很奇怪 大熊猫在中国不奇怪 所以说是中国所特有的 独有的动物 所以pe peculiar这个奇怪的 它用法也奇怪 它做定语做表语 意思往往是不同的 做表语后面加成to 一定翻译成对什么来说 它是独有的 是特有的 那么还有一些词 本身也可以表示奇怪的 比如说这个词 这个词大家发现 发音就特别奇怪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weird weird 这个词本身表示奇怪的 我们看p写呢 它是ei 我们是ei 字幕组合 一般是发a这个声音 但在这里却发e 这个长音 我们知道发长音 e一般是i字幕组合 你不是相信 叫believe 是i字幕组合 这几乎是英语单词中 唯一的一个ei字幕组合 就让人发长音 e这个声音 这个词发音呢 本身就特别古怪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weird weird 也是表示奇怪的 而且这个词一般多暗示呢 这个不但奇怪 而且看上去或听起来 稍微有点阴森森 可不可怕的 有点让人害怕 这种感觉用weird 特别合适 我们看例子 I heard some weird noises coming from outside 晚上我们可能正在家里 正看电视呢 突然间我听见 从外边传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声音 坏了 是不是有什么坏人进来来 听上去让人有点害怕的 怪怪的感觉 我们再读一下 weird weird 注意发音拼血 这个词本身就容易读错 容易拼错 这是表示奇怪的 它拼血就很奇怪 还有一个词 我们在未来31个会碰到 也是表示奇怪的 但这个词用法就更窄了 越是书面越防 从用法越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ccentric eccentric 这个词也表示奇怪的 它作形容词来用 一般是形容人 它的行为举止奇怪的 与众不同的 有些特立独行的 这个不能秀是事物 不能指东西 一个怪味 古怪的故事 不弄它 一定是人的行为举止 比如说 看例子 Our neighbor is an eccentric old lady who has about 25 cats 我说我们的邻居 是一个非常怪怪的老太太 家里养了25只猫 一到她家里 那个猫尿 那个味儿 我们管她叫猫王 这么一个老太太 行为举止古怪 叫eccentric 甚至我们未来会看到 这个词当名词 直接可以翻译成一个怪人 特立独行 与众不同的一个人 也用它发音拼写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点 eccentric eccentric 这个词也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字母E 还要像字母EX等等等等 可以表示出去 在外边偏离远离 出口就是exit 对吧 后面这个centric 不是来自center中心吗 偏离了中心了 当然这个人比较奇怪 大家都聚集在中心点的附近 我们是正常的 它远离偏离中心 离开了中心了 叫做与众不同 特立独行的 有这么一个词 注意 它只能指人的行为举止 好 还有一些呢 这个书面语 语气比较重 也是表示非常非常古怪和奇怪的 你发现这些词 本身拼写就比较怪 所以非常好记 就是古怪的 我们先读下第一个词 bizarre bizarre 这好像拼写发音就很怪 再读第二个 outlandish outlandish 这两个词在出国考试更多一些 它比较来得更文艳一些 我们也同样看一些例子 she came to the party wearing a bizarre 或者是an outlandish costume and a blonde wig 这个女孩子来参加了这个聚会 怎么来的呢 wearing 伴随壮语 她还穿着一身特别古怪的化妆服 道具服 大家还记不记得costume 在13课 这个是我别害怕 这课书讲过 叫舞台或者化妆晚会上穿的 这种化妆服戏服 那么bizarre 跟outlandish 原因开头 跟andaphy 还有带着一个金黄色的 这个淡黄色的这么一个 wig是假发 还带着个黄色的假发 古怪的怪了怪气的 我们再读一下 bizarre outlandish 好了 只不过这两个是书面语 在用法上含义上 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含义 就是古怪的怪蛋的就好了 好 这是表示古怪相关的 这个重点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比较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连上 记上 贴上 附加上 意思特别多 两个东西 用绳子连到一块 用那个东西捆到一块 记到一块 甚至用粘的东西贴到一块 甚至我说 给一个东西附加上什么什么条款 等等等等 都可以用它 两个东西到了一块了 首先先记住搭配 后面加切次2 attach a to b 把a和b连到一块 记到一块 贴到一块 或者附加到什么什么账 这个都可以 咱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比如说 在表格上 贴上照片 attach a photo to the form 在这张表格上 贴一张照片 我们知道form 表示填的这个表格 同样的 在这个树枝上 系上一根绳子 咱们可能要晾衣服 attach a rope to the branch 把这个东西系到什么上 绳子系到树枝上 可以用它 也可以用 甚至我们再换一个场景 他们给这个协议 附加了很多条件 附加上 也可以用它 你看 they attached a number of conditions to the agreement agreement可以表示 条约或者协议 他们给这份协议 附加上了一些 这个condition 一些条件 总之 连上 记上 贴上 附加上 咱们都可以用它 用attach跟to搭配 这是字面的 比较简单的含义 但是我们知道 attach something 后面加其次to 还有一个重要的书面 也有的含义 咱们在写作中用上 特别漂亮 就表示认为什么什么怎么样 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认为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就是把什么东西贴到上面 认为它重要 往上贴重要性 认为它有价值 把价值value贴上去 这个特别漂亮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中国 特别重视农业 民以食为天 一定要深挖库 广积粮 中国重视农业 我们可以用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或者换成great significance to agriculture 你注意中心搭配 依然是attach something 加借词to 但这个贴的是抽象的东西 把什么呢 把很大的重要性 贴上去了 重要性可以用importance 或者significance都行 注意后面借词不变 加to attach是动作原型 这是第三十单数 加这个yes 这个大贴背起来 叫attach great importance 或者attach great significance to 就非常非常重视 什么东西 认为农业很重要 对吧 可以 我们类似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它认为 在经济上独立 是非常宝贵的 非常有价值的 它认为 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就可以直接用 它把很多价值 贴到了这个东西上 就可以用它了 价值当然是value she attaches great value to financial independence 咱们还记得吗 independence 在第九课 飞猫里面讲过 叫独立 financial independence 就经济独立了 它把很多的价值 贴到了这个东西上 就它认为 经济独立 是非常宝贵的 就认为 这个是一个valuable 宝贵的事 注意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o 依然是这词 attach 动作原型 第三十单数 我们加了一个yes 就好了 所以attach 这个词 用法特别重要 咱们建国搭配 可以放心使用 又可以给咱们写作 去增光天才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 这颗书重点特别多 我们看一下 球体 还有派生意 可以表示 某个范畴 某个领域 因为球体 有个边界 有内有外 球体内部 就可以说是 某个范围 领域内部的 我们在大声度下 sphere sphere 表示球体 或者是某个领域 生活中 当然更常见的是 表示领域了 表示领域的 这个词特别多 而且你看 这些表示领域的 黄颜色的词 都可以表示 某个范围 某个领域 某个行当 但前面都是跟 GIS 是硬搭配的 都是跟 硬搭配 那前面有好多 形容词修士 比如说咱们以 sphere为例 in the scientific sphere 叫做在科学领域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在政治领域 或者在政界 在政坛 对吧 in the cultural sphere 在文化领域 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在教育领域 等等 都可以 同样的领域 用这几个词 也可以代替 你看用什么 什么一块地方 什么一块田地土地 世界 realm 本身也是表示 领域的意思 它本身可以表示 kingdom 就王国 古代是表示 一个王国 domain 本来这古代 是表示贵族的领地 贵族分封给它的一块地 派生都是表示 某个领域 因为它都有边界 我们分别 把这个sphere 经常做派生的几个领域 放在一块 大声再读一读 area field world realm 再来遍 realm 再看最后一个 domain domain 后面两个词 来得更为正式一些 咱们到第四次 我还会碰到 注意 在某个领域 借此都加印 就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sphere 它表示领域 是重要的一个排生意 相关的替换 和常见搭配 咱们都记住了 但是sphere这个词 本身是表示球体 它表示球体的时候 也是个字根 你看这两个词里面 都出现了sphere的拼写 第一个呢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atmosphere atmosphere 这个词表示大气层的意思 前面这个atmo 它本身可以表示 类似air这个含义 由空气组成的球体 就包围在地球外面的 是大气层 当然它派生意 也可以表示空气 或者干脆发现是气氛 都可以用它 叫atmosphere 后面这个词呢 sphere是球 前面hemi 跟那个semi 类似 hemi和semi 都可以表示一半的 所以这个叫半球 既可以表示大脑的半球 也可以表示地球 这个半球 都可以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 hemisphere hemisphere 这个也是由sphere 构成的重要的一个同根字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这几个常见的 我们说东半球 南半球 北半球 西半球 这个东西南北的形容词 咱们的第16课 马力有头小羔羊又讲过了 所以我们一马平纯 越学越好学了 就有个滚雪球 有个河心之后 越滚越快 比如说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叫北半球 还有the southern hemisphere 南半球 把这个南边的再读一下 不要读southern 在前面欧右发 在那边 Souther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南半球 同样的 the eastern hemisphere 东半球 western hemisphere 叫西半球 等等 都是来自sphere 球体这个词 举一反三的 咱们可以把它 同时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儿 感谢观看